線10G Enter 那論壇的話呢當然 大部分同學都有註冊啦如果說你還沒有註冊的話 你email 或者你註冊上面有問題的話你直接告訴我你的email我直接幫你登錄就好了以後你就直接用email 登錄就可以馬上可以 那 點進去之後就是從這邊autocad這邊連結 那繳交的方式呢很很簡單 進到裡面你只要登錄有沒有 那個email信箱加上你的密碼 進來之後的話這邊有個檔案 檔案的地方 就會出現一個叫做上傳檔案有沒有 你就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這邊有個瀏覽嘛你就把剛剛放在桌面上的那個檔案有沒有 瀏覽起來有沒有 這邊有個桌面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 壓縮的檔案 選取起來按開啟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他就船上就這樣就就完成繳交作業我到時候就會看得到 你們的作業就在這邊了 就會出現在這邊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用這種方式其實 應該很簡單嗎你只要 壓縮 然後再繳交就可以了特別注意那 這邊的話我想你們 先試試看就是 第一個先在你們的桌面上 按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稱把它改成你現在的座號 比如說你現在做的是 反正看一下應該都知道座號加姓名 然後呢就把你的 作業以後出圖呢就出圖到這邊 那並且把它右鍵 加到壓縮就可以了 那把它傳上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你們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主要講兩個一個是 Firehippo的 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喔